弟弟在义乌的夜市 今天我们打算花100块钱 看看在义乌的夜市能够买到什么样的小商品 现在的人真的蛮多的 这边 这里人真的太多太多了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义乌的夜市的人会这么多 我之前在沈阳的夜市 我感觉也没有这么多的人 但这边的人真的特别特别的多 我跟弟弟现在已经打算回去了 我买的东西全在这里 回去给大家来看一下我都买了什么 时间过得好快 半个月的时间转眼都过去了 这个就是我在义乌的夜市花了40块钱买的 没有过100块钱 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两个小茶盏 我只买了这两个茶盏 因为这两个茶盏我是比较喜欢 剩下的我觉得都不太值得 没有想到从4月1号到现在过去了这么久 我身边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这期视频不会这么草率就结束了 我还在最近收到了两个粉丝快递 这个是菠萝买给我的 是他们高优的蒲包肉 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这一袋子是油脂送给我的 我们现在先来打开这个来看一下 那里面是什么这么沉 糖 酸妞 这个也是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为什么 三袋 四袋 五袋 六袋 七袋 八袋 我呢 最喜欢吃糖 我感觉我已经自闭了 为什么给我买这么多糖 我的天哪 240袋 随机口味 不管了 我们先来尝一个吧 虽然它这每一袋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来打开一下尝一个 我小时候也有吃过一种叫酸妞的糖 但好像跟这个也不太一样 小包装的里面 哦 这个有印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菠萝味的这个是 菠萝给我买的蒲包肉 然后呢 油脂给我买的糖 就是菠萝味的 我们先来尝一下 哇 真的好酸啊 这上面还有一个美少女战士 这些糖我一会就要收起来了 千万千万不能让我弟弟看 这么多糖让我弟弟看见那可就完蛋了 我们再来尝一个哈密瓜味的吧 小蜜应该有很多人童年都有吃过这种 特别酸 里面特别甜这种糖 这个是哈密瓜味的 现在我们再来尝一下菠萝大佬中的这个葡萝卜 他说这个是他顺风刚发过来的 要不然其实我们今天也不会拍这个视频 有两袋 这像里面就像圆圆的 像那个蛋一样的 你们知道吗 菠萝特别多还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看完这个视频可给我残坏了 今天呢就有幸来尝一下这个高优的葡萝卜 看看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好吃 尝尝什么样子 看起来特别香的这种肉 那里面是什么样子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白白的白花花的肉 这个形状有点奇怪 味道还不错 特别香的那种 有点咸了 我给你弄点水喝 感觉这个旧的饭吃 再蘸点芥们应该能挺好吃 这一袋里呢 一共有五个 现在还有四个 这些呢就等我弟弟回来 我们晚上热一热再吃吧 哎呀真香呀 再次的感谢菠萝和优质 给我优过来的吃的 但是这个糖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一共有240包 这得吃到什么时候啊 那么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我得去把这些糖先给尝起来 千万千万不能让我老弟发现 让人发现那还得了 好了走了 拜拜